就是不知道怎么嫌,只有啪啪而已 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说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是哪里是真的,哪里是假的 希望他们以后做这些工厂出油的地方 都要特别特别的要为老百姓健康都注意一下 也要不要那么没有良心 在我这个地方是没什么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只知道现在在里面说买的东西 像食品方面,像那个面对 那个是我们接到一个老板说在某一个地方 在某某一个泡面必须要 是哪个品牌,哪个品牌要下架 就等于是受到这个受血的风暴 好,真的食品的危机 现在族人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来选择油品使用了 而目前可以看到在部落的店家 已经将有问题品牌的泡面下架回收 但是由于进货的数量就比较少 卖出的量也有限 所以没有看到族人有前往退货的一个情况 目前在店家的架上是已经没有看到问题的食品 民众往后要怎么选购商品 其实真的是要格外的注意了 而族人也说 其实这种种政府真的应该要好好的严格把关才是 而且公司都在整理,好不好 严格 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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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